Hello, 到了Edward的功课 我们先听一次 听的同时, 我应该会搬来搬去 看一看 tracks, 这一笔音 先听一听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就算全个世界 亦都想去 他也在这里 全场答现 checking 他都求我 充心的赞去 就算谁爱过我 有级手绘 他恃意不退 旁人是为妇女 他偏不局辅 整身等我惯了 我笑落足以慢慢睡 如是合一一风识 就破顺 似人信号 似人的感想 如今分岐了有以后 结果当他知 因就是被忽兑 再人最冷 存在是被我们的警局 就算全个世界 亦都伤害 他也在这里 传唱得很正正 他都求望 忠心力赞好 就算谁爱过我 有级手绘 他恃意不退 旁人只为妇女 他偏不局辅 真心等我跪 就算全个世界 亦都想去 他也在这里 如何乱行乱葬 他都尽何 随时会开水 就算谁爱过我 有级手绘 他恃意不退 如何大胜大败 他必在外座 亦都只有日常 共随半共随早伴侣 进步到某一点 以前就会退 共同进退 共同进退 唯独是父母这一对 好听完了 基本上我发现了几样东西 我想讲解一下 首先是reverb 你现在的取向是属于每一个乐器 你选择一个空间 所以你会发现 你可能有五样东西的时候 你开了五个reverb 这一方面是不错的 不过我想大家 都将reverb的概念 调转 就是说 你想有多少个空间 而开多少个reverb 之后才把音乐 放入那个空间 就不是调转 你现在拥有 例如 low strength 你想放在哪个空间 high strength 放在哪个空间 因为我看到你的 大部分的reverb 你都很似的 你的设定都很似的 更正式一点 就不是说你看到一样东西的时候 你开一个空间给它 因为如果在 现在这个概念下 如果我有一百样东西 那你就变了 开一百个reverb的空间给它 你的电脑 其实不会走到的 所以反过来 其实会不会 你设定到最尽 可能四五个 六个 等等的空间上 可能已经很足够的东西 然后你才把东西放进去 就是反过来 这个概念会比较合理一点 接着我会觉得 再听一次头一段 我会觉得 钢琴 全条钢琴都偏小 可以大一点 接着 high strength 我是觉得 超级的大声 你看我听中段的时候 如果我bypass了 那个5dB的gain 的话 我觉得是合理一点的 就是比如 我觉得这样合理一点的 还有呢 在这样的基础底下 我的low strength 我会大声一点点 我贪方便一下 我在这里教 我贪方便一下 小一点 我觉得这样会舒服一点 现在这样的改变之后 因为呢 我编这首歌的时候 我的琴是主导的 我会想去浪回整件事多一点 就是去带动所有的情绪 的转变 走完整件事去浪 这样的 其他都是伴侵来的 我所以想会是 听多一点的琴 嗯 我们听一下 人声和chorus 我喜欢这个比例 我喜欢这个比例 因为这样听出来 很舒服很好听 也都很感觉到 突然间 去到A2的时候 多一层color 出现的 嗯 我亦都感觉到 你将high strength 和我琴 是这样的 大家让位编排 OK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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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 你做这些buzz 没什么大影响 出来 成 是的 就是这么多 嗯 OK的 我觉得挺好听的 每天都 只有一些平衡 可以再难捏一下 这样 嗯 EQ上 或者Compression 都没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出现的 所以都是 多练习 哈哈 Thank you